哈啰咧 我是NewMan的SI 大家的家是不是有 小小的盆栽植物点缀咧 其实适当的植物点缀咧 是可以提高你家里面的气氛感 还有让家里面更有人气的哦 下面我就来讲一下 到底有那一些植物 你是可以放在家里面的 第一个就是你的绿叶植物啦 绿叶植物很像虎尾兰啊 这类的类型的话 它的视觉上面是比较醒目的 Bling 这样子的 其实这个植物通常 不怎么需要去打理也是可以的 你只要定时的浇水啊 剪一下啊 这样子就可以了的哦 但是这个虎尾兰在后期长大后 会变很大很大的 所以适当的修剪呢 其实是一定要的 当然啦 你可以把它摆放在你的沙发个壁啊 或者是你的电视柜个壁啊 它也可以吸走空气中的那种 酷素啊 或者是那种臭味啊 这样子 然后它也可以确保你的空气的质量 是可以更fresh的咯 第二种就是你的肉质植物啦 其中一种肉质植物就是 仙人掌啦 这样的类型的植物呢 其实它对水分的要求是比较低的 它是比较适合放在室内的阳光充足的地方 而且叻 比较宽的那些客厅 其实你摆放一个仙人掌在你的小桌子上面啊 它就可以添加一些活泼感啊 然后让整体的你的那个室内没有这样闷哦 再来第三种植物呢就是可观叶的植物 什么是可观叶植物呢 就很像你的富贵植物 黄金蛾 这个植物呢其实有另外一种称呼也叫做绿罗 OK 这种呢是非常需要的一个植物啦 其实它是可以绿化好像一个环境啊 然后进化空气的咯 不过呢 这种植物在种啊 还是在剪它的之后呢 最好要戴你的手套一下啦 因为那个黄金蛾的那个字A 其实是会让你的皮肤 红啊 肿啊 跟痒的 所以这个方面呢 你就要注意一下咯 然后这种植物呢 你是可以摆放在你的那个门啊 客厅啊 窗口 还是露台的 然后它就会给人家带来一种 伤心愿目的视觉效果咯 再来第四种呢就是你的鲜花植物啦 鲜花植物很像那种 菊花啊 还是开耐心啊 玫瑰啊 这种植物其实是可以带来 美气的花朵 还有一些香味的 其实它放在客厅的中间咧 还是桌子上面咧 是可以提高那个氛围感的 尤其是在煮端晚餐的时候啦 但是咧 这种花美是美哦 可是你一定要 勤劳的去那一个换水的哦 然后你就要去照顾它 take care它这样子咯 因为它们是对阳光啊 还有水分哦 它们是比较需要高一点的要求咯 所以就不能偷懒啦 叮叮叮 今天的New Loan时间又到啦 我们只能下一次继续分享咯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还有让大家 不过咧 在 因为它们其实是 叫做绿薄 薄 绿螺 我们下一次见